欢迎加入九点钟的整点新闻 我是彭慧云 马上带您看到是在指挥中心30号 有公布了苗栗新增病例是9例 创下苗栗单日确诊数的新高 这9个人呢都是采茶班的同事 详情要交给徐佑祥带我们了解 好疫情指挥中心呢 30号是公布有266例的本土确诊 那其中苗栗呢就占了9例 从这个案8047到8055都是 创下苗栗单日的确诊数新高 那据了解呢 这9个人都是采茶班的同事 根据初步的医调呢 这个案8047曾经和造桥乡和风亭喝茶群聚 确诊的案6532等人有过接触史 疑似因此呢这个染疫 并且形成了新的传播链 那再加上说其实这个案8049呢 跟他的同住家人也确诊 那造桥乡和风亭喝茶群聚呢 是有这个万华活动史的案4906 在5月18号呢跟23号曾经和这个案7514 这些人呢在这个大平桥旁边的和风亭喝茶聚会 其后呢三个人都接连确诊了 那苗栗现场就表示说 为了能够来更快掌握这个疫情的状况 找出这个遗漏的可疑接触者 现在呢是要想办法阻断这个社区的传染链 也在头份设置的快筛站 提供这个可能有跟确诊者接触 或是足迹重叠的民众赶快来免费筛 还有最新的消息是新北市中和南市派出所 有一名远警的PCR采检确诊 那么42名和他接触过的同事工友和除工 也到医院进行快筛 还要自行的自主健康管理 详情要连线给郭颖 进到派出所内拿着消毒机器 仔细喷洒每个角落 这里是新北市中和南市派出所 一名远警快筛阴性 但PCR采检结果却是阳性 已经居家隔离 南市所内40名远警 一名外聘的工友以及一名除工 一共42个人也被安排到双和医院快筛 并且进行自主健康管理 而南市派出所也在30号下午大规模消毒 至于南市所的勤务 则是设置机动派出所 由景安以及景和派出所远警来协助 到30号为止全台远警确诊数来到27人 还有119个人正在居家隔离 自主健康管理者则是77人 指挥中心宣布 已经和国内两家新冠疫苗的研发公司 高端和联雅签订了总共1000万剂的疫苗合约 接下来要等紧急授权 预计是最快7月中就可以出货 不过疫苗是还在第二期的实验阶段 保护力跟安全性都还是个未知数 这也引发了蓝银的批评 我们也签订了预采购的合约 这时已经和国内两大研发新冠疫苗的厂商签约 高端疫苗也赶紧在30号下午突然发出重讯 不含高端联雅都在5月28号和疾管署签约 订了500万剂疫苗 另外还附上线500万剂之后继续扩充 虽然已经先签约 不过条件是得通过紧急授权 合约才能算生效 等于目前疾管署预计拿到1000万剂的国产疫苗 但都还在二期试验就签约 陈时中有把握必定会通过紧急授权吗 国产疫苗到底效果如何 还是打上大问号 连陈时中也不敢断言 国产疫苗必定能上市 抢先签约也让议员虚巧心怒批 他们连第二期的实验都是还没有做完的情况之下 那政府就贸然的去购买了1000万剂的国产疫苗 那要是到时候他的第二期成果出来是不好的 那对人体的安全性有效性是不够的 那该怎么办 许巧心认为应该比赵莫德纳AZ辉瑞等 对疫苗效力有结果在下定论 不应该贸然就先签约 毕竟两家国产疫苗都还在二期试验阶段 保护力和安全性仍是未知数 但国内疫情严峻 国产疫苗在指挥中心评估安全性后 还是要强快应急 企业和民间团体要捐赠疫苗 到底有没有被刁难呢 总统府30号发声明强调 没有所谓的刁难问题 而洪海创办人郭台铭要买500万剂的 德国BNT原厂疫苗 他表示将要依照政府的八项要求 在72个小时之内备齐文件 另外佛光山想要捐给政府 是50万剂的美国交生疫苗 但是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长赵宜表示 已经行文疾管署 但是被政府已读不回 佛光山想捐给政府50万剂的美国交生疫苗 27号也行文疾管署 不过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长赵宜 却指控政府相关单位几天来已读不回 我们去海人申请许可进口疫苗 来捐赠给需要用的人士 可是一直也没有接到辉寒 也都是看你们的报道 或者开始听记者会的转播 才了解到政府目前的政策 但是后来他那个两大原则出来以后 让我们多少有一个人在考虑 就是说政府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是不希望我们介入还是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30号晚间回应 永林基金会委托合格厂商 向政府提出申请500万剂 德国BNT生产包装的疫苗 依政府提出的八项要求 全力汇整资料中 将在72小时内拼出文件 永林深知国人对这件事情的关切 但请大家再多给我们一点时间 我们将在72小时之内 完成所有的文件 也为我们能够争取到货保留空间 新北市长侯友宜对于民间采购疫苗 向中央喊话别再刁难 总统府也立刻发声明反驳 对于相关人士寻求疫苗供应来源 表达感谢并欢迎 强调政府全力为国民健康把关 没有所谓刁难问题 总统府也解释 从疫苗进口通入配送到后续的接种 相关程序和合约 政府都必须充分了解 绝不是卡关 我们必须要告诉蔡英文总统 现在民众真的非常渴望拿到疫苗 我们平常跟里长联络 里长都说 李明现在真的都非常害怕这个疫情 都很希望赶快拿到疫苗 希望我们反映这个心声 疫情重要关头 中央能不能加快脚步协助帮忙 还是要仔细把关 凌缺误滥 中央声明坚持立场 但就怕国人等不及 前公民党主席朱立伦也要网友 一人一句到总统蔡英文脸书留言 我要疫苗希望民众的心声 政府能够听到 TVB新闻 徐国恒倪婷台北采访报道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打算要购买国外的疫苗 来捐给政府 那么对此指挥中心是一度的表示 就算是捐赠也得要中央出面来签约 这就引发各界批评了 说政府办不到的还要挡别人买进来 不过对此指挥官陈时中30号改口了 他说不再提中央的签约 只呼吁赶快申请确认疫苗的货源 郭台铭要买疫苗的po文 有人提问说 指挥中心要求 就算捐赠也得由中央政府跟厂商签约 会不会增加郭董捐赠疫苗的困难度 意外调出郭董亲自回应 不管是企业也好 先是政府也好 或是一些民间组织 对我相关都积极在寻找 疫苗的供应来源 那我们当然是表达我们的感谢 指挥官陈时中不仅言称感谢 而且态度放缓 如果有这个医院或者有这样的管道 一定要先来跟我们来确认一下相关的货源 不接受第三方来协助 是因为考量这个面子的问题 还是有其他的因素吗 谢谢 我刚才讲考虑的 考量是疫苗的安全 针对第三方捐疫苗 陈时中这回讲三次不再提 让中央政府出面跟厂商签约 而是强调买进之后的审查把关 或许政府买不到的 就让民间高手来 目前正在依政府提出的八项要求 整理资料汇整当中 不管最后的结果成功或失败 郭先生说他一定会向社会大众说明原委 荣辱自负 可是至于进来之后 要施打的顺序施打的一个分配 那当然是由中央根据防疫的需要 跟国家战略上的一个必要 做一个最佳最有效的一个分配 当中央政府自己采购被摆了一道 民间企业循正常管道购买再捐赠 或许也是变通之际 毕竟政府的颜面怎能摆在人命之前 提北行张之名陈入文台北报道 而台北市长柯文哲连日来也为了疫情杠上中央 他说应该要拿纾困预算去买疫苗 但是政院回击说这笔预算已经编列了 那么这让柯文哲在30号的记者会上再度是气到炮轰 他说有预算那疫苗呢 还向中央不要只会做梗图应该要加快采购疫苗 特文哲又生气了 因为前一天炮轰中央特别预算 预期大撒币纾困不如抽点钱买疫苗 结果是让行政院赶紧澄清 说是在原本的纾困预算上再增加2100亿 且新预算中的224亿就要再买疫苗 这反击柯文哲的新闻稿 让柯文哲越想越气炮火全开 这语气实在好酸 柯文哲多次强调全民打疫苗就是唯独疫情的不二法门 要中央别花时间口水战赶紧加快速度 把人民的生命当作一个重要的事情来思考 不要那些奇奇怪怪的理由去堂塞 不管你什么理由 预算也编了 世界上也有疫苗 那就赶快去把它做完好不好 但除了骂归骂 新政策还是要宣布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 加护传染很明显 以后我们现在一个新的政策是 就要一人中标全家筛检 如果有一个确准者你知道 我们这全家都要筛检 一人中标全家筛检 柯文哲一边杠上中央 一边也要稳住台北疫情 TVB的新闻 徐国恒 李怡婷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最新连线消息 看到新竹湖口有一间小吃店 偷偷的营业还开放客人内用 那么业者是为了躲避追查 特地在餐桌上放了小型的监视器 要来监看大门 但没想到大家聊得太开心了 根本没有发现警察已经找上门 详情要交给吴与雅 好了主播画面上可以看到 偷偷营业还提供内用的违规案件 层出不穷 远景29号 鸡查到新竹湖口这间小吃店 一进到里面所有人都傻了 明明桌上摆满下酒菜 六个人都没戴口罩在聊天 却还是一直辩解 只是好姐妹聚一聚 根本就是不能营业的 只能外带 卡拉OK通通要关 这个有规定的 对不起真的是没有在营业 那你现在的情形 让我们看起来就是有在营业 对啊 对我喝酒 还有下酒菜啊 我都已经吃虧了 夸张的是 他们还在桌上放了一台小型监视器 一边聚会一边监看 躲避追查 但可能聊得太开心 虽然一楼大门灯光都关闭 看起来没有在营业 不过音量太大声 被巡逻远景听到觉得有意 上楼查看抓得正着 通通都被开罚 疫情紧张 现在多起确诊个案 都跟朋友群聚有关 自己却还是没有警觉 这样的行为真的很不妥 以上是为你讲到的情形 双北的医疗要能吃紧 那么指挥中心在30号的时候 公布了鼓励社区设快筛站 还说成立一处就会补助20万 另外会配合提供相关的医事人员 那么企业也设筛检站也可以 裁减自费 如果筛出来是阳性 必须要马上通报 设备的费用 我们一站会补助20万元 那每一案 每一案就每拆检一案 所以包括他的挂号 拆检通报的费用每一案是500元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升温 双北医疗量能拉警报 30号指挥中心 鼓励全国社区设筛检站 希望民众有类似症状 究竟筛检 在目前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能够及时把病人找出来 陈时中说现阶段以区域个案数 跟确诊足迹热区为优先考量 地方卫生局可以透过卫生所来办理 社区筛检相关费用跟医疗部署 一一出炉 不少国内大企业也希望设筛检站 或执行上有困难 都可以透过经济部 住在本指挥中心的窗口 积极公布反应 CDC公布快筛原则 所以一定要规划好居家隔离场所 只要碰到阳性反应 都要向上通报 以及进一步PCR核酸检测 居家隔离或是另备场所来做一个隔离 那事先要准备好 指挥中心重申 企业要快筛裁减自费 如果需要相关医事人员 可以透过中央洽谈 快筛后就算是阴性 也不能掉以轻心 随时提高警觉 注意自身状况 有问题马上通报 TVBS新闻 黄俊文 赖成龙 许又翔 SNG小组台北台中 综合报道 好 指挥官陈时中 昨天是宣布 可以给全国的社区筛检债设置补助 那么设备会补助20万元 至于相关的医事人员补助也出炉了 职员的医师每班6000元 护理师是每班3500元 行政还有清洁人员 是每天2000块钱 也拍本让企业自费做快筛 提出了四项的执行原则 而行政院长苏贞昌 昨天在防疫会议时也提出了 下个月会是疫苗施打的高峰期 请指挥中心要协调各个部会 还有地方政府 预先做好施打处所 还有顺序分配等等的规划作业 这是刚刚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另外看到高雄也寄出了陆住防疫旅馆的补助 只要是涉及在高雄被匡列居家隔离 陆住防疫旅馆 每个人每天可以补助500块钱 最高补助7000元 联系给记者宋佩文 针对居家隔离的人陆住防疫旅馆 在清洁消毒的部分则是要更注重 看到的每一个防疫旅馆的人员 在这个清扫房间的时候 不只要打扫干净 包含陆住民众有可能触碰到的各个地方 都必须要喷酒精消毒 而另外防疫人员也必须要穿上防护衣 做好自身的保护 也因此有鉴于防疫旅馆的人员辛劳 高雄市政府要发放防疫津贴 每个月每个人发放3000块 并且安排这些防疫旅馆的第一线工作人员 优先施打疫苗 对于被匡列必须要陆住防疫旅馆的 涉及高雄市的市民 则是推出了每天补助500块钱 最高的补助是以14天7000块钱为上限 而对于被匡列的居家隔离业者 因为是经济的弱势 没有办法支付防疫旅馆的部分 则是可以免费住在高雄市的防疫战时的居住所 高雄市政府寄出了各大方案 希望能够和高雄市民的朋友一起挺过这波难关 以上是会掌握到在高雄的情形 时间换个棚内 台北市从29号起针对轻症还有无症状的快筛阳性者 会由医院或是快筛站来开立居家隔离书 确诊的民众必须要居家隔离17天 这被外界质疑地方和中央不同掉 那么指挥中心昨天则说明 27号已经公布了最新版的解隔离条件 快筛阳性还有PCR阳性的确诊者 如果从医院或是集中检疫所隔离满10天之后 还是需要7天的居家隔离 希望隔离17天把传染风险降到最低 是全国一致的没有不同掉 那么另外看到是北市教育局最近鼓励学校 要发送讯息给学生的家长 呼吁说他们不要到卖场和传统市场 避免群聚造成了家庭感染 但是家长们最关心的是 是否可能会再度延长停课 直接放暑假 对此教育局表示还在观察中 全台停课将近两周 学生在家线上学习 避免在校群聚 但疫情目前尚未明显趋缓 北市不少家长最近都收到这样的讯息 台北市中小学教职员工和学生 已有百味确诊 呼吁老师家长 不要让学生去传统市场卖场 尽量避免家庭群聚 因为目前家户传染比例不少 这其实是北市教育局 鼓励学校发送给家长的提醒讯息 从各项数据显示 家庭群聚的部分 虽然并没有因为停课变少 所以呢就是我们呼吁呢 还是在家停课的学生跟老师们 尽量不要涉足一些传统市场 或者是卖场 全台停课从原本的5月28号延长到6月14号 停课是否再延长 直接停到放暑假 教育局还要视疫情情况而定 而目前已经有不少学校宣布取消期末考 成绩改用多元评量方式 6月14号以后是否继续停课 只剩半个月观察期 避免疫情扩大 夏令营学校客服陆续停办 这个暑假 学生恐怕还是得在家度过 家长们也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这一波疫情可能会推升台湾各行各业 来转型到数位化的程度了 因为呢 现在有一些有业者已经开发出了 无需超表的技术 可以让水表或是瓦斯表上的数字 透过云端来上传 另外还有电商工具的业者是进军台湾 他们号称是可以利用AI的辨识技术 会有小帮手来协助接单和付款 疫情十万火急 居家环境最好生人物净 但由水公司超表员投诉 现在人得挨家挨户超水表 让自己和民众都暴露于风险之中 智慧家庭喊了这么多年 难道没解决方法吗 把传统机械式水表换成电子装置 再搭配黑盒子搜集数值 整合物联网技术 就能每个小时将用水量上传到云端后台 在疫情期间发挥成效 超表员他们如果到现在 他们还是必须要到一些高感染区 去超表的话 那对他们的健康其实非常大的风险 因为他们也是会随处到处 在台北市这样到处跑 对啊 那我们这个方案都可以很大的解决这个问题 不再需要超表员 缺水时期 民众也能掌握自家用水 这间专攻数据分析 成立超过五年的跨国新创公司 在日本还建置了九十多万户 针对瓦斯表的自动超表技术 未来也渴望烙搅台湾 过去我们用户要知道 自己家有没有漏水 两个小时 两个月后才会知道 账单明明没有用那么多 怎么暴增 那现在是每一个小时 我们都可以知道 有没有漏水异常的情况 它这是一个电脑 那它只要有漏水 它就把它传到我们的这个产品上 产品就把它丢到后台 我们就会有一个漏水 有没有漏水 是否漏水 它就会显示出来 台湾疫情维持第三级警戒 工作 上课 采购 社交娱乐 都离不开网路 为减少民众零贵交易 近期政府推动 网银化行 转账免手续费 业者抢搭热潮 Line Bank祭出2.08%高利定存 乐天也有利率1%活除无上限 力评拓展用户数 疫情加速数位转型 电商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有业者导入AI语意分析和图像侦测 大大提升网购成交量 例如脸书直播销售 只要网友留言 喊加一或询问款式 AI商务机器人就会进行侦测 接着传送私讯 确认订单并引导付款 这套模式导入新加坡 菲律宾和泰国 在去年疫情严峻的第二季 平均成交金额比往年高出三倍以上 菲律宾啊 泰国地区 他们其实是比台湾要来的严重很多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趋势 其实从2020年就开始整个是一个很大的协力往上升 把我店面的员工 能够让他们转到线上来做销售 因为他们做的事情可能是一样的 就是介绍产品等等的 一样跟这样子的 一样跟顾客做互动 所以我们其实在 我们还没有推出这个服务 但是我们已经接到陆续有这样的需求了 疫情让多数民众宅在家 但发展零接触经济 物流系统至关重要 有鉴于国内后运司机 外送员陆续传出染疫 专家认为 产观学不妨趁此机会演练 一举提升台湾基础建设 根据台湾网络资讯中心 去年底公布的 2020台湾网络报告显示 民众在餐饮外送 线上学习和网购 都显著增加使用频率 疫情改变你我生活 往社会时代更推进一步 TV别新闻 陈如环 戴源丽台北报道 受到滞留封面的影响 今天各地是降雨明显 那么尤其西班部和宜兰 会出现短暂震雨或是雷雨 至于这一波雨势会持续多久呢 要请细向主播彭志宇来说明 好我们大家来关心到今天的天气状况 现在我们从雷达回报图来开始看 其实你可以注意到 包括在中南部 尤其是靠附近 南部的沿海 有一些回波 随即进来 这代表说 其实在今天呢 封面还在台湾上空 而且零星的对流 还是有可能发展 所以目前来说呢 中南部都还是有雨势的情况出现 那么来看到 其实在今天整体的降雨来说 非常重要的关键 还是呢 在今天白天的时段 以今天白天的降雨分析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全台有雨 但主要雨是比较明显的区块 在各地的山区 甚至靠近山区的平地 以及在北部东半侧 基本上呢 都有机会来大雨 甚至呢 在西半部 还有在东北部 有机会来到了豪雨等级 到了晚上 各地的雨势会慢慢的缓和下来 但是这并不代表说雨就此停了 而是它降雨的强度 还有范围 稍微的限缩一点点 到了晚上 包括还是有些零星的雨势 就是大家要特别注意到的天气重点 其实这几天 影响我们的天气 主要就是这个非常关键的滞流性封面 它是一个典型的梅雨封面 虽然说现在结构稍微有点偏弱一点 但它还是在台湾上空 下半天 如果有午后热流流发展的机会的话 其实也会带来一些比较明显的雨势 再来我们来看到 地面图上有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在今天凌晨两点钟 形成了一个热带性的低下 最快在今天就有机会增强个台风 不过其实这个滞流封面 在昨天就开始影响我们了 到底有没有帮我们的中南部水库来解架 我们就一一来看 昨天的雨势主要集中在整个西半侧 尤其是在中德山区雨势是特别大 像是包括在石门水库 还有宝二水库 以及铝玉潭水库 甚至翡翠水库 增稳水库 水位都是有上升的 但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虽然说昨天的雨势来得又急又猛 但是整体来说 这些水库 基本上的蓄水率都还是在明显偏低的状况 所以未来有没有可能再补水 再补一波就要看未来的天气分析了 整体来讲 包括是这次的滞流封面 会一直维持影响到明天 明天的降雨也都是稍微的明显一点 但是从星期三开始 这封面开始逐渐往北台 北台之后对台湾的影响就会明显偏小 星期三 星期四甚至到星期五 这封面都在一个偏北的位置 所以说降雨的状况会比较少一点点 但是下半天的午后降雨还是有的 直到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一个时间点 就是星期六星期天 这个封面有机会再往南压 如果这封面再往南压的话 当然天气 我们的台湾的雨势 又会有一个再补水的机会 所以说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星期五之后的天气状况 但是在今天 我们还是要刚刚提醒大家 其实最快在今天 有机会新的台风生成 如果生成的话 就是今年的第三号台风叫彩云 预计它经过到了旅宋岛的这一侧的时候 它的东边的时候 就会逐渐的管弯 对台湾的影响 现在还要持续观察 但还是提醒大家 今天全台湾天气状不稳定 温度也上不去 以北台湾来说 今天中午高温带在27度左右 中部南部地区来到28到31度上下 不下雨的时候 在中南部感受还是蛮热的 往东走宜来换台东 大致上温度在26到30度左右 还是提醒大家 今天外出活动 一定要记得吸带一句 所以最好的话 还是待在家里了 这是这节最新的这项咨询 请订阅按赞分享 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 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 等你哦